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歡迎來到夢遊地球 今集帶大家去吃好東西 就是這個西西里島的名物 其實它是一種小食 不過我就當它是正餐 因為真的很飽肚 這種食物主要是用飯 混合其他的材料 然後再去炸 所以它很吃得來 其實又很熱氣 試完我們今天出了醒 去玩了整天 回到市中心已經很累 今晚就不想煮飯 所以男人就帶我去吃這一間 他認為很好吃的 Arricchini的店 Arricchini是意大利文 我就嘗試去找中文的翻譯是什麼 都找不到一個很統一的譯名 意大利式的炸飯糰 我想這一個已經是最近的名字 其實2019年來到西西里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喜歡這東西吃了 那時候不是在這個城市裡吃的 另外一個城市叫Sirracusa 它有一些店 都很有名 是做這一隻Arricchini 那時候吃完之後 我就覺得 嘩!這東西太好吃了 不如幫它改名字 那我就改出名字 叫做炸彈彈 現在我男朋友 聽到這個炸彈彈 他都會笑 那時候在Sirracusa 因為太餓 而且那間店做得很好吃 我一口氣吃了兩個 手掌這麼大的炸彈彈 裡面全部都是 飯 薯仔 和菠菜 這次來到這間店 它是Arricchini的專賣店 所以非常新鮮 貨去得很快 一進到店裡已經很開心 看到十幾款的Arricchini 放在這裡 我們就選了 Norma 和Pistachio 和Montadella 看到這幅圖裡面 右邊那個就是Norma 就是茄子 那就是我男人 最喜歡吃的那個味道 左邊就是我的選擇 那就是開心果 和一款火腿 一咬開 裡面看到茄子那個 還有番茄和其他材料在裡面 而開心果那個 就有真的開心果 還有很多白汁在裡面 是芝士 融化了的那種味道 吃完兩個之後 很不夠厚 一來真的很肚餓 出去了船 二來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說 多點一個我們分享 第三個Arricchini 我們選擇了 一款 我好奇究竟是什麼 的蛋蛋 那這種炸蛋蛋呢 它的名字叫Raguza 一吃下去就覺得 咦?這麼熟的一股味 好像在香港的西餐 都會有這種 味道的喔 即是如果你吃一碟 意粉那些 都有一股很熟悉的 那種味道 那後來呢 它就告訴我 這個就是意大利式的 Pasta的醬汁來的 結果我們吃了三個 吃得非常飽 綁住肚子走了 今集就講到這裡啦 多謝你們收看 如果你有興趣 繼續追蹤我背包環球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打開個響鈴 Like一下我的post 我會繼續去update我的video 帶大家看一下我接下來會去的地方 以及之前我去的地方 我會做一些故事 upload上來給大家看 假如你是喜歡看文字的話 歡迎你去我的Facebook旅遊專頁 輸入夢遊地球 就會找到百多篇我過往旅行的郵寄 我會繼續update的啦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